诗人吴盛最近发表了他的新诗集 他还年轻 他的儿子吴志宁就把部分的诗作谱成了曲 两个人还组成了父子走唱团 一个人念诗 一个人唱歌 走唱团最近寻回到他们的家乡彰化西州 诗人的创作都来自家乡的土地 像是他亲手种的树 田里的作物等等 他甚至在24岁就写下了一首给西州的情诗 预演自己一定会在这里终老一生 每一株作物都体现我们温柔的深情 见证我们强韧的意志 任寒气烈日轮流试炼 任经济的风潮席卷过一遍又一遍 这里是彰化西州乡 这一天诗人吴胜邀请大家来到他生长的小村庄 体验农家生活 田里的二旗稻作刚收割 这片金黄色的稻浪是吴家世代耕作的农田 乡村孕育了好吃的稻米 也是诗人创作的灵感来源 你们在这边听我们这个组合的表演啊 是非常机会难得的 因为他的诗作就是在这里长出来的 我阿嬷就是在这边种田的 所以他整张诗歌的那个诗的创作 就是从这边生长出来的 诗人吴胜和创作歌手吴志宁两个人开玩笑说 自己是父子走唱团 就是这个一搭一唱 都越来越喜欢这个组合 谢谢 我怕他 因为我们比较少练团 我是怕他这个团长把我踢掉 团长明明就是你 是我吗 对啊 他就是有一次在表演的时候 就一个活动 然后他就自己也没经过我同意就说 哇 好像蛮受欢迎的我们这组合 那我今天就正式宣布 一搭一唱正式成立 然后都没有跟我讨论 我是宣布而已 吴志宁曾经说 父亲是他最欣赏的诗人 他精心挑选父亲的诗改编成歌 还特别邀请他的侄女一起演唱 阿里子 是的 我曾经体验过年轻 年轻的飞翔 在我身上的小村庄 这首诗原名《婉歌》是他写给家乡的情诗 当年才25岁的诗人预言自己将在西州终老 我的生命应该会在这个村庄老去 就是相间子弟相间老 所以就写了这首诗 结果今天证明 这首诗的预言都很真 爱的沉醉在我身上的小村庄 我曾体验过爱的交通 每一道凄凉的凝视那都知道 我是的 他们那个昨天有来找我玩的时候 他跟阿红 阿红是他哥哥 然后两个人就穿着那个 各穿一支羽鞋 就这样摆脚摆脚 走就来说 爱的脚痛 爱的脚痛 然后就是脚很痛这样 原来爱的脚痛 那种心情是 蛮痛的 蛮伤的 可是既然我孙子 他会想到 这脚痛 然后拜着拜着 爱的脚痛 你知道为什么这首歌 我那里要叫小朋友要叫他们唱吗 我其实都想好了 因为我爸爸就是 孙子常常会说 太沉重 太严肃 可是人家孙子是新的生命 然后他们正年轻 他们正开心 是一个新的希望 这不就是你那个诗的原意吗 对啦 我而睡 你这个接得好 这几年吴圣除了写诗 退休生活仍然为家乡和台湾的 环保运动奔走 眉头总是深锁 唯有孙儿们环绕是生活乐事 当年写下附和这首诗 如今诗人已老 人生有另外一番味道 老师这个也是附和吗 甜蜜的 这个没有附和 这个好玩 只有甜蜜 不是附和 我们没有附和 附和是他父母 这片树林是吴圣一颗颗 亲手种下 上百颗台湾原生树种 不用除草剂 树林里生意盎然 十多年来树林成印 听诗的人来了 青蛙 蜻蜓 萤火虫也都回来了 诗人吴圣 用诗 召唤 看古 这片土地 我们怀抱希望 向风伸展 向水找寻 创造家园的美好 看顾岛屿的凉昌 是多么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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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